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 但是否会有回报 是否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什么成绩 还是要看自己的运势情况 那么在这个炎热的七月里 哪些生肖的事业运势会比较好呢 生肖牛属牛人 就和其书相 一般对待工作勤勤恳恳 积极性很高 很有上进心的属相 生肖牛之前的努力 都会被领导看在眼中 而在七月里 吉星天德坐镇命工 会让生肖牛得贵人相助 有机会攀上高枝 进而大展宏图 事业运顺遂 越出想法与计划并行 权衡心众 逐个处理 月中 需调理好自己生理和心理上带来的压力 月底 贵人会给你带来不少好消息 一些把脑的问题得到缓解 因此 在七月里生肖牛的事业运势稳定 工作很轻松 没什么压力 而且付出的努力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生肖猴猴年出生的人头脑精明 对生活积极乐观 本月属猴人大喜降临 命众有天德吉星相助 给生肖猴带来了很旺的贵人运 事业生意连连旺 升官八财 运势红色火 横财大转 惊喜不断 其中 事业运势大多取决于这个月里 是不是能找到这个贵人了 在困难关头 贵人总是会助你化险为夷 转微为安 锁 医生肖猴在七月里遇到麻烦的时候 一定不要轻言放弃 坚持下去总是会让自己的事业取得成就 并且贵人会助你一臂之力 生肖羊 生肖羊在七月里的事业运其实很旺 命众也有吉星相助 但是在2018年里 生肖羊流年受到破太岁的影响 这就导致生肖羊在七月以前里的事业运势也受到了压制 虽然运势受到了压制 但是从七月开始 属羊人时来运转 只要把握机会一样能够飞黄腾达 本月属羊的公务员和其他事业单位的人又升迁之喜 努力争取即可获得 但是工作务必求稳 不可投机取巧 急于求成 因此在这个七月里 生肖羊只要工作格外卖力 而且能够处理好任何工作上的问题 继而有机会能够得到领导的赞赏 如果生肖羊表现得更加圆滑一些 相信生殖绝对不是问题 生肖兔2018年在五行上属羊之土 而土对于天生就喜欢打动的兔子 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管是财运上还是事业上 都会影响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一定要学会抱团合作 和身边优秀同事或者贵人 协同合作 这样就会强有力的逆转自己的运势 事业运也会越来越强 从而增加动力 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负责 由于属兔人的状态极好 另一方面 有吉星堂福相助给属兔的人带来了机会 因此会有很多工作机会 也是施展才华的好时机 容易获得领导的起重和信赖 升职加薪更是不在话下 令周为人眼红 生肖蛇鼠蛇的人 在7月遇到贵人 将会注望他们的事业运 在进入7月份之后 虽然外表看起来低调 内向的萧蛇人 在此月金钱运势处于飞黄腾达的状态 对于上班一族的属蛇人来说 能够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 对于做生意的来说 适合进行海外投资和外貌 让鼠蛇的朋友在7月里能够飞黄腾达 工作中能取得不小进展 即使遇到了困难 也能在贵人的帮助下顺利得到解决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努力完成业务 创造价值 根本没有任何闲鱼的时间用在其他地方 属蛇人还能在7月得到领导的赏识 极有可能升职加薪 对于每个人来说 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用尽一生一世 来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努力 我相信 事业运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会是非常重视的事情 所以趁自己运势好的时候 努力工作去吧 没上榜的生效也别气馁 下回没准就是你哦